不是政治 不是財經 不是體育 歡迎收看就是娛樂 我們要來關心11月9號 今天的娛樂新聞之前 要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因為昨天我們在節目當中 有跟大家講了一個破天荒的話題 是調查研究發現 如果你要比較粗的人 腿又比較細的人 你以後得到慢性病的比例 是別人的兩倍 沒想到我們在節目播出之後 引起大家熱烈的迴響 大家都在討論 腰粗腿戲真的是很不好嗎 所以我們今天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社會 真的是滿不公平的 如果男人腰粗 你就會說那是財口 那個是會探疾的一個象徵寫照 但是如果我們女生 稍微腰粗一點點 他說你這個水桶腰 你這個身材這樣不行 應該要減肥 所以我們女生 無論是男生 女生 有沒有方法是可以讓你可以吃得很健康 然後你又可以越吃腰越瘦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 要跟大家分享好的料理 好 一開始我們要來關心一下娛樂新聞 首先來看到的就是新爺周星馳 他要繼續拍西遊記題材的作品 不過這一次其實事情大條 因為他引起了大導演徐克的不滿 大家就問說徐克 那個周星馳拍他的電影 你有什麼好不滿 因為徐克他其實也很想拍西遊記相關題材 但是周星馳就霸佔就一直拍 一直拍 一直拍 害徐克都沒辦法拍 所以周星馳說你既然對我那麼不爽 不然你來跟我一起 我們兩個一起合作 兩位大導演合作 大家就很期待會擦出什麼火花 為時一顆打一百幾十顆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我低調我不說 我的如來神掌多厲害 因為我低調我也不說 對 繼2016年在周星馳指導的電影《美人魚》中 徐克導演客串演出之後 兩位重量級導演又要再一次合作啦 雖然作品風格大不同 但是同樣的老頑童個性 讓兩人相處超麻吉 為什麼我找徐克導演 就是因為其實徐克導演他跟我們一樣 他做對西遊這個故事非常喜歡 但是其實他小時候已經一直在準備 就要拍這個西遊故事 但是因為他太親愛了 所以他就很小心 因為太小心了 所以一直都在準備當中都沒有拍 然後就是他 他現在都看見我都拍了好幾播了 他自己還沒拍 所以他很爽 然後我看見他不爽 我也不爽 所以我就找他來了 所以很不小心就拍第二集 究竟這次喜劇之王周星馳 是與武俠之王徐克的合作 將會帶給觀眾怎樣的驚喜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請你看完再說 也請你不要捅我 不叫捅 就是娛樂 星野我愛你 採訪報導 大家就在說為什麼周星馳 那麼愛拍西遊記相關的題材 原因當然就是因為錢 因為他上一部拍那個西遊降魔 票房打破了非常非常多的紀錄 當然有賺錢的電影就繼續拍 因為觀眾愛看 但是其實要踢到很多好萊塢電影 也都是一樣 譬如說修傑克曼 他演個金鋼狼 光是金鋼狼系列 就一口氣演了九部 那你說小勞伯道尼 他光是鋼鐵人就演不完了 但是星野這次他要續集 拍西遊記的續集 他竟然把所有的卡司 全部都換掉 你原本的卡司有黃伯 舒淇 羅志祥 全部都不會出現 但是喔 好消息是說 他裡面全部都是用很多小鮮肉 這樣可以喔 周星馳這次推出電影西遊續集 除了找來徐克當導演 舒淇 羅志祥等員 班主演也全部大換鞋 但是龍字表示好空虛啊 小鮮肉無意反取代文章 飾演唐三藏 原本由黃國飾演的孫悟空 則改由林更新飾演 是不是我們也是高顏值的時候 我們就爽了高顏值 高顏值還是大高顏值 我不夠高顏值 雖然畫面賞心悅目 但是想到要跟周星馳合作 這些年輕鮮肉們卻是緊張得不得了 這一次會比以前更大 因為有新爺爺來了 然後角色壓力也很大 盼望 終於有一天可以跟他們在一起 合作演他們的電影 緊張得好像要比正常的戲要大很多 唉唷 大家不要緊張 看看身為主演的吳亦凡 依舊老神塞在 不知道他是太有自信 還是小跟進不知道怕 跟新爺爺之前 每人也有一點合作 但是其實這次是第一次 一個很正式的一個實際上的工作 所以其實我相信 兩位當然其中都會有他們 想像的那個當生的形象 那我自己就是全力的去詮釋 然後希望是有一個 不一樣的一種感覺 就是娛樂 好想看電影 採訪報導 小編很想看電影 其實宜佩也很想看電影 因為剛剛看到吳亦凡說 他要演唐三丈 我本來還想說 西遊記如果看到都是小鮮肉 大家如果脫一下露一下的話 是不是我們女性觀眾也很有眼福 但是唐三丈應該是穿滿多的 看來我真的是想錯了 好 再來看看就是 我們的大陸演員 袁洪跟張馨毅 他們兩個其實今年5月份才結婚 沒想到一結婚之後 就合作要拍新的電影 那當然就大家就說 你們剛剛結婚又一起合作拍電影 那一定是演情侶或是夫妻 好浪漫喔 但不好意思喔 他們在電影裡面 都各自有交往的對象 怎麼會這樣子呢 大家就說 不是有一首歌叫做 有一種愛就要放手 你就放手吧 在德國古堡高調舉行婚禮的 袁洪和張馨毅 卻被主持人質疑 哪有那麼巧的事 夫妻兩人有機會合作演出 該不會是互相提名走後門的吧 這個事兒說來話啥 但是真的是導演分別找到我們倆 我們倆也是一碰 我說你會不會拍什麼戲 從我會不會拍什麼戲 他說 劉導好像找我 劉導也找我了呀 這才知道我們倆演 這劉導是什麼套路 為什麼分別找我們倆 你看很多人在演他 那為什麼沒有跟劉導建議說 能不能演我男朋友 有時候放手也是一種愛 我覺得挺好的 有一種愛叫做放好 好啦 不鬧 導演有說真的是因為 剛好兩人的形象都很適合 而且他們在戲裡 演的也不是情侶 我覺得我們劇組的那個統籌 也是很專業的 他好像是會 按個場景來分那個 如果有的時候 如果我到的稍微早一點 然後他那個清除夕還沒有演完 那我肯定是在車裡 或者在休息室三敗 然後給他們先好好的表現 很聰明這個製片夠專業 我給87分不能再高了 就是娛樂 職場壓力大 採訪報導 其實昨天有一個蠻大的新聞 就是藝人Janet 她在自己的Facebook上 就公布了一段影片 她自己自述說 她因為哭得很慘 因為她說她自己 其實罹患了憂鬱症 但是影片出來之後呢 很多網友都紛紛留言關心她 但是Janet呢 其實她應該是調適得還不錯 她今天其實出席了一個 香氛品牌的活動 而且是紓壓的 當然啦 如果Janet最近心情不好的話 聞一聞香氛的味道 可以紓壓一下 真的要好好照顧自己 不過記者當然就有問她了 為什麼Janet 你會罹患憂鬱症呢 Janet竟然說 是跟李奧納多皮卡 不是皮卡丘 李奧納多迪卡皮歐有關喔 不要誤導大家 是李奧納多迪卡皮歐 看一下 Janet謝怡芬9號出席 相分品牌發表會 原本給大家正面陽光形象的Janet 昨天上傳了一段 自爆有憂鬱症的影片 迎來大批網友關心 不過Janet也說 這個影片是兩個月前拍的 當下雖然處於低潮的狀態 但目前已慢慢調適好心情 因為大家對我的印象就真的是愛地球啊 然後很陽光啊 然後很熱情 我怕我這樣播出去的時候 會不會讓大家對我的印象不太一樣 但是後來我想一想 然後也跟老公聊了 然後我們就覺得OK 雖然還是我也很害怕 但是也許是可以幫到一個人 另外Janet也透露自己承受了許多壓力 很謝謝家人和老公一直陪伴 也許是工作壓力 家裡的遠距離的關心 關係 MC來了等等 通通都同時來的時候 或是比如說你看到 老實說我真的 我看了很多新聞 電視上的新聞 關於這個環境 比如說Leonardo DiCaprio 最近播的那個紀錄片 你看那時候其實心情就會很糟 你也會覺得 我們人是不是真的 以後就不會留更好的未來給小孩嗎 我真的是會有這樣子的一些想法 剛好記者會當天碰上美國大選 而Janet第一時間得知川普當選 在美國總統的反應竟然是 哇 他滿 川普要當總統 我覺得真的是 很多人都會很意外 在美國我們可以從國外投票 所以我 我快兩個禮拜前就已經投票了 可以透露一下是投給誰嗎 投給誰我覺得是最重要 我覺得最重要是 這一次很多很多很多人 有出來投票 然後我覺得每一個人的 這個票是很重要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回到就是娛樂的Live直播現場 我們今天在新聞一開始的時候 有跟大家預告 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 就跟我們昨天一個很震撼的新聞有關 因為我想很多的男男女女 大家都會有腰粗跟腰比較粗 然後腿比較細的這個困擾 大家就會想說 可是我平常都這樣造癡 我總不可能 要我忌口又好像很難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教大家 如果你想要腰變瘦 但是你又不想忌口 一定要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當然我們今天的苦主 再度又是 舊式娛樂之舊舊玉琳哥 我們歡迎玉琳哥 真的 厲害了 在這裡已經坐到第三天了 我們都說為什麼玉琳哥 妳的位子特別大 不是 我的身體比較虛 就是身體比較虛 身體狀況最差的人就是做寶座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節目影響力多大 我今天那個下午在馬路邊 有一個阿伯 看到我說你身體都黑的 你看我們節目 拿一包藥出來 來 再給你吃 不要亂吃路邊的人給大家 不只路邊的藥不能吃 那個藥也不能送給人家吃 對 問養師就知道 藥不能隨便傳給人家吃 因為你的症狀不代表 就是那個症狀的樣子 而且你的體重跟身高 也跟比阿伯不一樣 對 而且因為亂吃人家藥會出問題 以前那個順哥 順哥老婆懷孕 那時候我老婆還沒懷孕 他就拿了半罐藥給我說 你看吃了吃了 我老婆都懷孕了 後來我就吃了兩個月才吃完 兩個月以後也沒好消息 在攝影棚遇到他 順哥 你那個藥我吃了都沒用 蛤 什麼 你再講一次 我說我吃了都沒用 蛤 那是給你老婆吃的 又不是給你吃 要不要亂吃 真的 我那兩個月上節目 拿麥克風小鼓子都翹起來 真的 就有一種變娘的感覺 好 我們今天要舅舅玉琳哥 請到幾位藝人跟我們的營養師 要來分享 到底怎麼樣吃 你可以讓你的腰吃起來 不會變胖 但是你又可以不用忌口 首先 我覺得這位來賓我還滿好奇 上次他來的時候是分享 騎腳踏車 他竟然會做料理 來聽聽洪恩哥 來 子彪好 大家好 他全方位 下次來會講棒球 對 棒球 對 好 接下來呢 我相信很多電視機前的觀眾 尤其是婆婆 媽媽 小姐 太太 都很想要像她身材一樣 身三個小孩可以這麼漂亮 歡迎小可 哈囉 大家好 沒有 就是小朋友 是一個很大的減肥力氣 真的喔 對 小孩是讓你會覺得精力耗費 但我覺得要瘦的健康還滿重要 對 因為其實小可 不要看她這樣 她竟然說她有49公斤 她還說 我有49公斤 妳難道不知道49公斤很瘦嗎 可是大家都會覺得 我好像沒有49公斤這麼的有肉 但其實我現在因為知道 肌肉還滿重要 所以會訓練一些肌肉層 對 而不會是只在乎 就是只要骨感 因為以前年輕人都會在乎骨感 是 而且小可自己會做料理 待會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當然我們今天講到料理 講到食材 到底有什麼功用呢 我們當然是要請到我們的營養師 來 營養師妳好 妳好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婉萍 好 那當然我們要問一下來賓們 就是你們到底是怎麼接觸做料理的 洪營哥你會做料理喔 我是個自我陶醉的烹飪喜好者 是 對 自我陶醉什麼意思 就是我會喜歡做個自己 自我感覺良好 朋友觀感不好 沒有…也不會 所以他做完自己覺得好吃 不是 如果要說 我們兩個我們都嚇到 其實那我也害怕 如果要說為什麼我會喜歡做菜 是因為我常常覺得 我在外面吃的那個料 都沒有辦法滿足我 你是個食量大的人嗎 也不是 我會覺得說 像我喜歡喝四神湯假設 我就覺得那湯要滿滿的那個腸子 那常常覺得在外面的那個飯飯 那個料太少 你可以這樣要加量 就加錢就好 那一方面也覺得說自己做會不會 那個會比較實在一點 所以他做的四神湯很可怕 他腸子比湯還多 那聽起來滿恐怖的 憲哥還真的是這樣子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吃 那個什麼草肥腸就好了 所以我就是因為 因為這樣的這個想法 常常我就會 我在外面吃一吃我覺得 不是很過癮 所以我就會把它記著 然後回家吃 他自己做蚵仔煎 那蚵仔比蛋還多 很恐怖 就是料要很多就對了 不過我們常常都覺得說 煲湯是小姐 太太 媽媽們的專利 鴻恩哥 你喜歡煲湯 這個煲湯其實也是因為 工作的關係 對 因為有時候你拍戲長時間工作 你沒有辦法還去買很多的食材 回家再炒 再洗碗什麼的 那煲湯很簡單 你就是把它放到電鍋裡面 你只要加水 那一方面是我自己 我很喜歡喝雞湯 是 各種湯 然後我覺得喝 尤其冬天的話 你喝雞湯 你會覺得暖暖的 那也是回歸到原點就是 我覺得自己做的話 料可以比較實在 當然 然後自己可以 他的雞肉比湯還多 然後 這又是吃手扒雞 對… 你會比較捨得去買食材 是… 所以我們今天當然 教大家的料理 待會洪恩哥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知道很多男人都怕麻煩 既然洪恩哥會做 我相信大家伯伯媽媽們 也應該一定會做 對 那小可呢 你怎麼 其實我開始做菜是真的是結婚之後 才開始 就是Ben說他想要 回到家裡面都有飯菜箱 所以我才開始學怎麼樣做菜 那到現在其實已經 不光是滿足老公 其實小朋友的健康也要照顧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食材上面就會比較挑選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自己的營養 好像也不能夠流失掉 不注意 因為畢竟你要陪小孩 尤其到女生 其實我做過三次月子 其實你到底有做好跟沒有做好 你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就覺得好好做吧 但我其實覺得冬天到了 現在已經立東已經過了 所以我覺得 似乎飲品真的還滿好的 像我現在冬天 我就會帶一個保溫壺 然後就會到中央行去 請他們幫我 挑一些比較好的枸杞 或跟紅棗 然後回到家之後 就稍微洗一下 然後把它去壺 然後紅棗稍微捏開一點點 就全部就丟到那個 保溫瓶裡面去 然後沖熱水 其實我就是每天這樣子抓 然後抓多少就帶多少 那如果有天 有的時候像可能驚奇快來了 我就會加一點點那種 黑糖的薑 快丟在裡面 其實很暖暖的喝 你就會覺得 對 其實很舒服 而且相對在冬天來講 你就會減少到很多 你可能想要喝熱飲 就是不外乎就咖啡 拿鐵 這些反而會傷害到自己身體 所以在飲品上面 我就比較會喜歡 我沒有辦法弄湯帶著喝 我可能就是帶一壺這樣保溫瓶 因為飲品就比湯更簡單 因為畢竟湯還是要丟食材 你要等它時間 一定你就丟一丟 你加熱水 就自己帶著就可以喝了 好 了解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要跟大家講 如果說你想要受邀 但是你又不想要忌口 我們今天教大家的料理 因為你知道 我們攝影棚是不能開火的 所以其實都是很簡單 東西丟一丟 瞄一瞄 攔一攔 電鍋按下去就可以完成了 今天還算複雜的 現在還算複雜的 我今天算複雜 前兩天都是那個生菜 嬌嬌的 就用它來吃 不然 好一點用這個米皮捲起來 對 捲起來 但是我們今天可以用電鍋 也是東西丟一丟 按下去 等它就OK囉 等一下那個廣告之後 首先要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我們的洪恩哥 他今天要教大家 要縮小腰圍又不想忌口 我們就要來一道 就像飛龍上天 就像 很難耶 就像 我覺得這個名稱很特別 難道打開電鍋 就會有龍飛出來嗎 說話了 它就是四個字 韓式雜菜 前面都是多的 就是要有一些單位 都是要有一些抬頭 你有沒有知道我們製作單位 前面那都是假鬼假怪 對 就是 飛龍飛手梯的那個雜菜 我們廣告之後一起來品嘗 好 回到就是樂的Live直播現場 今天在洪恩哥要教大家 來的這一道叫什麼 青手飛龍飛手梯 飛手梯 我的台語真的超爛的 沒關係 前面都是假鬼假怪的 對… 你講台語有山東腔吧 我會講 韓式雜菜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做這個料理 原因就是因為現代人 很多人都有腰粗的毛病 如果是腰粗腿系 我們新聞上是寫說 糖尿病 腎臟病 還有內臟的一些癌症 罹患率都會比別人高出兩倍 我想問一下那個婉萍營養師 到底為什麼這個 腰粗腿系的人真的會罹患 慢性病會比較高呢 因為腰粗腿系 最主要就是它所有的脂肪 都會囤積在就是它的肚子裡頭 我們肚子裡頭 其實放了最多的器官 就是比如說我們有胰臟 有胃 然後有肝臟 所以你就看 這個其實就是要 新陳代謝症候群的一種 大家有吃過這個粉肝嗎 粉肝其實就是豬的脂肪肝 我們去做 等一下 粉肝是豬的脂肪肝 對 就是粉肝跟豬肝 兩個不太一樣對不對 粉肝會感覺吃起來 口感是不是有點比較 混混 對 然後它顏色也會不同 最主要就是 你把豬養得很肥很肥 它就會變成脂肪肝 所以我們都在吃人家的脂肪肝 而且還用錢買 等一下那營養師粉肝能吃嗎 粉肝能吃 就像鵝肝一樣它都能吃 它只是那個肝臟裡頭 蓄積了很多脂肪 那這樣的壞處是什麼 就是豬因為被吃就算了 我們就看人 人我們不是會做體檢嗎 我們做體檢 有些人不是就會有脂肪肝嗎 它可以吃嗎 我們人的 誰想要吃你的 你講得太好了 你講得太好了 而且它不是說誰想要吃 它是說誰想要吃你的 原本醬油OK吧 然後我們的豬肌就變脂肪肝 對 然後玉琳哥看起來 肚子就還滿像我們今天的 代謝脂肪肝 突然你以為他為什麼會坐在那邊 我不想 那就是我坐在這裡的原因 對啊 可是妳是講腰粗腿戲 對啊 昨天候昌明不是告訴妳 一個很厲害的方法嗎 對 他說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把腿練粗一點 就把腿練粗一點就沒事了 營養師剛剛翻了個白眼 你翻了個白眼 我們沒看到你再翻一次 我很小看到營養師翻白眼 他大翻白眼 是吧 把腿練粗一點 不能是這樣的概念對不對 對啊 因為其實你要想 你把腿練粗了 基本上你的肌肉力量也變好了 所以這樣反而會變好 我簡單來講就是大部分 這群人會在什麼時候 最容易會被看到 就是你知道男生就是大學畢業後 去當兵 當完兵以後就會來工作 工作以後就會發現 這個男生很妙 然後就慢慢你就會發現 只有肚子大 對 他坐的時候都很OK 然後站起來的時候 後來發現怎麼有肚子 對 這個是我們說的 今天的標準 就是這個標準就是 他其實就是未來 就是脂肪肝 其實他不會得肝癌 但是他未來得到 糖尿病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對 可是我要先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我做糖尿病門診 做非常的久 我以前20幾歲 做糖尿病的時候 我病人是60歲 我現在40歲 我的糖尿病病人是30歲 所以已經在場 就是在場大家要小心 你們很多可能都是我的 就是糖尿病的候選人這樣子 了解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教大家 如果說你想吃一吃 腰不會變粗 但是呢 你又可以吃得很健康的話 就要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首先我們洪恩哥 要教大家做這道 就是前面一個很複雜的名稱 後面就是韓式雜菜 韓式雜菜 韓式雜菜 就有一點比較養生的 比較健康的 那當然就是少油什麼的 少鹽什麼的 所以今天這些材料很簡單 好 來 材料在這邊 我今天準備了冬粉 冬粉 然後有洋蔥 洋蔥 然後有高麗菜 香菇 蘿蔔 紅蘿蔔 那我也 等一下我們調的醬就有糖 黑芝麻跟鹽巴 然後麻油跟醬油 其實看起來都是大家平常去超市 垂手可得的一些食材 其實它這個韓式雜菜 它這個是在韓國是他們的 喜宴還有生日吃的 喜宴吃這個 喜宴跟生日的 其中的一道菜之一 等於他們習慣會吃這些 那他們還滿可憐的 因為雜菜一般在台灣 雜菜在台灣都是 就是雜菜嘛 粗茶蛋飯那一種 沒有 但是它的那個配料 不是僅止於這幾樣 你可以加 你可以加像 我今天本來還想帶那個就是 火腿 熱狗 像他們吃的那個 部隊鍋的那個概念 可是熱狗有點不健康 我覺得感覺上 對 所以今天就還沒有養 對 而且很奇怪 要補充嗎 對 來補充一下 就是去年大腸癌罹率 發生率是第一名 其實根據這個 我們世界衛生組織 就是每50公克的加工肉品 會增加18%的大腸癌 好 那大家來聽一下 什麼叫做50公克 簡單的介紹一下 大家早餐如果你有吃到 譬如說培根 火腿 蛋三明治 是培根一片 火腿一片對不對 好 然後再加上 如果中午的便當 我們不是有時候會有香腸嗎 因為現在物價上漲 所以不會有一條香腸 但是一片的香腸 這樣子早餐加午餐 這樣子的加工肉品 就是50公克 所以非常容易 那就不要再吃早餐 不要再吃午餐了 對 是你早餐跟午餐 不要出現這兩個肉品 對 就是不要出現這兩種肉品 你要不要關掉腦科 我們今天雜菜 我們其實做的方法很簡單對不對 很簡單 教大家怎麼做 好 一開始呢 這個冬粉我是建議大家 可以先用水泡大概10分鐘就好 對 泡10分鐘泡軟 這是已經泡過水的冬粉 真的喔 好 我們就看我們自己的這個 量 分量 因為它還會再膨脹 是 所以就大概抓這樣子 對 好 這個 我看帥哥在那邊做菜 我就覺得整食慾大愷 對…看你臉到紅了 那是因為腮紅啦 放一下 好 放一下… 然後就可以高麗菜切絲 就把它丟一丟 放進去 天啊 我們就是要教大家做的料理 都是丟一丟 放一放 拌一拌 卷一卷就完成了 看我們節目才發現說 原來做菜也可以很簡單 當然很簡單 對 很多人都怕做菜想得太難了 好 洋蔥 放點洋蔥 洋蔥也放進去 我個人覺得洋蔥是 食材裡面最天然的 是 如果你想吃一點甜味的話 香菇給它放進去 來 香菇 好 看型男做菜真的滿賞心悅目的 對啊… 要不要這個做2%好了 再一點 不然今天就給它做好了 紅蘿蔔絲 對 好 全部放一放 還有什麼還沒放的 目前都已經放完 然後現在就來調這個料 對 就這麼簡單 就放而已啊對不對 這個水呢 我們大概都是用半碗 其實可以看 我們要做的那個份量 我們如果大概做兩三人份的話 對 半碗的水 湯其實可以就是大概 你就自己看你自己想要吃的鹹 那因為 我們現在都吃的比較養生嘛 對 好 就是麻油 麻油 麻油可以 好 然後咧 鹽巴嗎 他可能麻煩你動作要快一點 對啊 要快一點 時間還剩4分鐘 鹽巴 糖 還剩3分鐘 完了 他會不會讓我們生吃吧 對… 然後黑芝麻 黑芝麻 好 然後咧 這調好之後呢 調好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 拌一拌 把電鍋打開了 就這樣 打開之後呢 把它拌勻之後 淋下去 好 淋下去 就這樣子嗎 是 你還忘記一件事吧 什麼 外鍋要倒水 外鍋要加水 有啦… 他剛剛已經先加好了 紅恩 紅恩 你行不行啊 紅恩 沒有啦 你不要為了錄這個影 臨死在那邊廢 他廢不起來 有啦 已經夾過 沒有 我們現在是紅 已經熱的啦 連插頭都沒插 插頭 插了 插了 熱的 賣腦 賣腦 好 好壞喔 你知道怎麼按 就按下去喔 按好了 按下去之後多久咧 其實是可以蒸 大概20到25分鐘的 你剛備好的對不對 沒有 開玩笑 他剛在騎腳車是被我們製作人 一半拉進來 那當然我們這個需要時間 只要加熱完了之後就可以吃了 跳起來就可以吃了 所以我們今天有已經好的成品 我們分給大家吃 那因為我還弄了香菜 香菜是我們整個成品製作完之後 可以撒在這個 拿盤子來分給大家吃 這個上面 好…來喔… 原演的聞這個味道就覺得滿厲害 對啊 好香喔 因為我有聽過韓式雜菜 但是沒吃過 所以請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那宜佩就一邊分 一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用的是冬粉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這個冬粉的大小 跟原子筆的大小差不多大 厚度大概就是像差不多兩指寬的厚度 外面其實都會買得到 那這樣一捆冬粉 大家都會覺得冬粉可以減重 那一捆冬粉等於多少的熱量 就是一般吃飯的碗有沒有 大概半碗飯 所以就是140卡的熱量 那我們今天用的 其實這樣子的冬粉的量 它今天沒有全部下去 但是我們備好的是全部下去 是涼混 所以你看這麼大一碗 但是只有一碗飯的熱量 可是你會吃得非常非常的飽 真的 而且蔬菜量其實很大 來 它有很多蔬菜 怎麼可以好吃成這樣 真的很好吃嗎 這麼簡單的一個料理的方式 可是味道好棒 好香喔 哽咽咽 好吃到哽咽 好香喔 營養師如果說 因為我們在這道料理裡面 其實好像沒有蛋白質 如果說想要吃一些蛋白質 可以加什麼呢 其實在這個裡頭 我覺得好好吃 真的好喝喔 我覺得那個香油的味道 還有芝麻的香味好香 但是我們今天如果說就 減重而言 還會建議大家就是加一些蛋白質 蛋白質當然最瘦的 就是應該是雞肉 雞肉其實譬如說 我們去超市都可以買得到 就是有帶皮的雞胸肉 或者是帶皮的雞腿 就是帶皮跟不帶皮 大概差多少卡 大概差100卡 差滿多的 差滿多的 100卡其實你在家裡 那個跑跑不近 大概跑100分鐘 所以其實還滿久的 可是我自己的建議是 因為其實你帶皮去 放在鍋子裡頭 你的油脂香味很香 但是如果你吃的時候 如果是要減重 你就可以把皮剝掉 那如果你是單純 只是為了吃好吃 那其實我覺得OK的 對 了解 所以要加一些蛋白質的話 你就可以加一些雞肉進去 但是記得 你可以蒸的時候有皮 然後蒸完之後把皮去掉 可以減少熱量 當然如果你說 你要嘗到很健康 高鮮的食物一定不能少 接下來我們下一段廣告之後 進來之後 我們要請營養師 來幫我們介紹一段 這個也是很厲害 沒有雜七雜八的一些名字 沒有聽起來很華麗 他是這樣 讓我們互道一聲晚安 哪裡 沒有雜七雜八 沒有啊 這道菜應該是飛玉清帶來的 對 我們互道一聲晚安 重點是這道菜吃完之後 還會幫助你睡覺 讓我們互道一聲晚安 高鮮 五穀 雜糧 飯糰 廣告之後來試試看 就是飯糰 好 我們今天要聊的就是呢 如果說你要出的話 你罹患慢性病的風險 就比別人高出很多 所以我們要教大家 如何吃得健康 如何吃得腰會瘦 但是又沒有負擔 所以接下來就要請到 領養師上場了 我想要問一下營養師說 如果說你的素變沒排乾淨 會不會是造成你腰變粗的 一個主要原因 會不會 也會 其實你看有些人 他如果一個禮拜不大便的話 他其實上完廁所以後 他的肚子真的會燒掉 那就是一肚子大便 所以會有差 對不對 你真的是一肚子大便 有沒有可能是懷了鬼胎 懷鬼胎那是你喔 我今天有去那個 不展科喔 你懷鬼胎是不是 那個醫生說 我這個是有一部分原因是 腹肌下垂 你有腹肌嗎 腹肌下垂 那是腹肌黏著吧 腹肌黏著 我們本來是像那個的 可是你年紀越來越大 會慢慢那個肌肉會鬆弛 會下垂 一部分是因為肌肉鬆弛下垂的原因 所以重點呢 就是下垂 所以我不是你講那種說什麼 好像這個浩發 我非常喜歡 因為你可以治得了他 因為我都沒辦法這樣嗆他 我要講說我不是那種 說好像很容易得慢性病 那種狀況 對啊 所以 對啊 重點是說 你們怎麼那麼難聊天 剛剛理性遇到感性的時候 你知道總是有理說不及 所以 我們今天有什麼食材啊 這個飯糰 什麼飯糰可以高鮮 然後呢 又可以幫助睡眠 其實因為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營養師 你平常你們家的早餐都吃什麼 對 或者是說有時候 就是我的糖尿病病人都會問說 那早餐我可以吃怎麼樣 或者是譬如說預防大腸 因為大家剛才聽完後就會想說 那我早餐還可以吃什麼 因為酸明治這麼常見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們 就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早餐的選項 那這個呢其實譬如說五穀雜糧飯 你可以自己煮 你也可以選擇其實現在很多速食便當 或是有一些自助餐 它其實都有賣這個 五穀雜糧飯 有耶 滿多都有賣 對 所以你可以譬如說 要嘛就是你一個禮拜去把它蒸好 然後你就分批四包也可以 那早上起來的時候 其實我的做法就是一個碗 然後把這個飯 蛋 蛋其實你去買茶葉蛋 或是買現成的乳蛋 或是現成的豆干 那個麵店都有賣豆干 都有賣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推薦大家 其實我以為營養師都是自己做 你可以買現成的是不是 可以啊 要不要現在人那麼忙碌 真的喔 自己做 沒辦法 對 所以豆干跟乳蛋 我覺得今天營養師心情不是很好 人不是愛在嗆大叫有沒有 因為家其實有自己的 對啊 好 我跟你講 我自己做 你知道我是閒人啊 我沒事幹啊 一秒幾萬上下的人 我自己做 好啦 不要自己做 你豆干跟乳蛋 你就去外面買嘛 反正都有很多那種 Cheramie的攤販 就跟他買豆干乳蛋 所以五穀雜糧飯 然後豆干乳蛋 然後呢 其他兩種 其他話就是我還有放堅果 因為其實我們還是考量 就是均衡營養的一個觀念 那堅果也是買來的嗎 要不然 你不要再惹他了 你不要再惹他了好嗎 你堅果是買來的嗎 觀眾堅果是買來的嗎 當然是啦 不會是你家自己種的吧 好 然後我們就簡單 其實就是平常假設你家裡 有塑膠袋有沒有 我的做法就是剛才這些東西 都放入微波爐 早上起來把它放入微波爐裡頭 1 2 3 4 5 我今天帶來的是黑芝麻跟這個 澳洲河果 或者我們稱為夏威夷豆 夏威夷豆 因為它其實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很高 其實它有研究就是說 我們血液中 如果單元不飽和脂肪酸高的時候 孩子的過敏比例是少的 對 所以像這個孩子也非常適合吃 可是因為河果有時候 就是它的顆粒太大了 三歲以前的小孩子 他吃的時候會怕它噎噪 所以你怕它拍一拍 了解 那或者是你都熱完了以後呢 蛋熱的時候請注意 請你不要一顆蛋進去微波爐 因為會爆炸 所以 蛋不能進去微波爐會爆炸 妳說煮頭蛋也會爆炸嗎 不是 就是蛋一顆 對 就是一顆 不管是煮熟 或沒有煮熟 反正就是蛋不能進來打開 對 就是我會建議大家 就把它切一半 好 營養師我知道妳很急 因為妳都會被玉瑩哥逼 但是我們可以稍微賣一點點 因為我們是Live的節目 我怕觀眾很想知道 然後Catch不到 好 來 講慢一點點 好的 然後不要回應她的話就好 就想說她不存在 她厲害就是她有辦法 一直都用 然後那個袋子 然後把這些東西 通通用袋子其實裝起來 就是一般的塑膠袋 妳就把它揉成飯糰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今天其實也可以 譬如說就是妳先放一個這個 海苔片 對 那妳可以選擇 就是韓國的海苔 因為它比較有味道 因為我覺得有味道 妳才能夠把健康的食物吃下去 了解 不能說吃的就是會有一種 讓自己委屈的感覺 對 就是我們要吃得開心 吃得健康 了解 那這個就是譬如說這個五穀飯 然後妳加上一個這個豆干 那看妳妳的手多大 就看妳放多大巴 對 然後放進來 然後再放一點 不要再回應她 我現在發現 她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 那是什麼問題 她講話不知不覺會加快 原因是因為她自己在趕時間 不要理 醫養師不要理 沒事 我們繼續做喔 好不好 我覺得剛剛好 妳出去看 妳趕快一個人講太多 講很快 真的喔 來 開始 Action 她現在放慢 妳要慢火 妳壓力太大 不是 因為這個手套 我現在想說 妳的壓力 妳有躁鬱症 妳要學肅然的精神 妳壓力最大 妳有躁鬱症 然後呢 因為其實現在手套其實很乾 因為剛才有放一點油 現在因為它其實越來越乾 所以它就不好包 所以妳就會發現我一直在黏住 所以它一直在黏住 它就會發火 沒關係 我們剛剛有包了幾個 都很完整的 我們是不是分給大家吃 然後我們最後就是把它包起來 好大一碗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其實大家也可以用海苔香鬆 因為海苔香鬆其實有味道 所以它其實最後包成飯糰以後 就撒在上面OK這樣子 好啦 所以這是簡單的一個早餐 高纖維的早餐 然後而且同時又是均衡的早餐 那為什麼可以幫助睡眠 因為其實裡頭有芝麻 芝麻的芝麻素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抗氧化物質 它可以幫助我們乾脹 解了很多的毒 那可以讓妳的睡眠品質會更好 入睡也會比較穩一點這樣子 了解 那我們就讓很多話的玉琳哥 先來吃一顆 玉琳哥吃那一包 對啊 幫我們試試看嘛 要一口吃喔 一口吃才可以吃到精華 一口吃 而且我要給玉琳哥 剛剛那個包很大口的那一口 來 對 就這一個 好 好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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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剛剛一發覺 能夥重 能夥重 真的 我就知道你會來這一招 是能夥重 能夥重是能夥重 好 玉琳哥幫我們吃吃看 這碗吃下去會飽耶 對啊 怎麼辦 怎麼送過去啊 怎麼送過去啊 盤子盤子 沒有 我這碗先給他們 沒有 來 盤子盤子 其實真的可以不用吃 所以其實大家也不用考量說 要包多美 因為其實它就只是 你要包個圓心昌心 隨意啦 但是其實這個早餐這樣很快 這樣的早餐大概其實 包含微波 包含你那種五分鐘內 一定會OK 對 那如果說我們在飯糰裡面 因為你剛剛說 豆干跟滷蛋 其實都可以買現成 如果說我們想要替換別的食物 有沒有哪些食物 也是可以替換在 包在飯糰裡的 其實如果有雞肉絲有沒有 有 OK 或者是肉鬆也OK 但是肉鬆的話 我自己在家我會挑 譬如說因為肉鬆有很多 我哪會 太重了 太重嗎 拿不起來 小可我幫你塑造一個小的 我的問題 都是我的塑 宣作萬作都是我的塑 對 肌肉絲 然後肉鬆就是說 因為其實外面有很多的肉鬆 你會發現它顏色非常的紅 那個其實都是不太對的 對 然後那肉鬆 基本上我都會買就是 因為肉鬆有時候 為了要添加它的量 所以它其實會加了很多 這個豌豆粉 就是肉鬆裡頭 其實不是純都是豬肉 那你加了豌豆粉 豌豆粉是植物的東西 可是你就要變成 很像肉的口感 所以它就會添加很多的一些色素 或者一些是人工的添加劑 讓它味道仿到像豬肉 所以 但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建議大家要吃肉鬆 肉鬆帶能不能吃這種東西 其實我覺得肉鬆就是 像我剛才說的 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去強調的就是 我會選 會選純肉做的肉鬆 避免我加了很多的豌豆粉 反而會讓我要多吃了一些 像肉的一些的添加物 那第二件事情 因為會做成豬肉的肉鬆 做成肉鬆的豬肉 往往它其實都是老豬 好 因為就養了很久了 吃宵可恨 那你們要歧視老豬 不是啦 對啊 老公老也是一隻 老公老也是吃的 就是用老豬去做的 對 但重點是在哪裡 重點呢 其實因為老豬養了比較久 所以它體內的抗生素會比較久 那你今天其實有一些 就是優良的廠商 他會把豬再多養一個月 抗生素就可以代謝了 可是如果我今天沒有再多養一個月 我的抗生素是沒有辦法代謝的 所以相對其實我會再挑一些 就是品質 或者是看一下食品添加物的部分 了解 那如果是老豬做肉鬆 會有一些抗生素的話 那選嫩豬可以嗎 嫩豬不會做 因為太不划算了這樣子 嫩豬先 對 就是它往往就是老豬做的原因 是因為它其實炒起來 它不需要這麼細緻的口感 那你老豬就是生了那麼多小豬 最後它的也沒有辦法賣了 所以他就把那個肉拿來做肉鬆這樣子 玉琳哥吃起來怎麼樣 我跟你講 我本來很排斥這個 糙米的五穀雜糧的口感 五穀雜糧飯 但是被我們營養師這樣一處理以後 相當的可口 吃起來 因為它的味道算是OK的 因為一般我們習慣吃的那個 那個飯糰是路邊賣的那一種 可是它的感覺沒有肉鬆 沒有那些太多的配料 可是吃起來味道相當的特別 很好 相當的特別的意思 然後好吃的那一種 好熱特別 然後剛才洪文不是有那個高麗菜絲嗎 對不對 其實你也可以在這個裡頭 拌著那個高麗菜絲一起熱 你就可以再增加一些 你的蔬菜的攝取量 好 那當然呢 剛剛小可也有講了 我們現在力動過後 有些女生會有手腳冰冷的狀況 如果說你的新陳代謝跟循環不好的話 也有可能是造成肥胖的因素 所以廣告之後 小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這道我有點不敢喝耶 叫做青江菜蔬果汁 青江菜真的能做果汁嗎 我們廣告之後做給你看 好 小可今天要來介紹一道料理 是要料理嗎 是一個果汁吧 應該是說 是說薑薑薑醬青蔬菜蔬果汁 薑切四片就薑薑薑醬了 醬切兩片 那薑切100片呢 薑100 薑薑 好了 好了 這樣要介紹結果 很簡單 對 只要你有手 會做丟著這個動作 跟按著這個動作 都可以做得出來 只是食材有一點點 會讓人家害怕 對啊 為什麼會用青薑菜 而且如果剛剛薑薑薑 意思就是說裡面有加薑是不是 對 因為冬天嘛 就希望女生可以暖活一點 而且薑其實在 我覺得在人體裡面還滿需要的 就是一些辛香的食材 其實它就會幫助 新陳代謝 然後血液循環 然後不管是對 女生也好 男生也好都很好 我覺得薑我是非常能夠接受 但是青江菜是怎麼回事 青江菜就剛好有買到 沒有啦 青江菜 妳要問營養吃青江菜真的很好 不要小看它 有什麼營養成分 妳要說服我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吃青江菜 好 OK 其實青江菜就是所謂 也是很有名的十字花科的蔬菜 就是妳聽過的高麗菜這些 它都是同等的 青江菜的好處 其實他們有做過研究 就是在肺癌 妳知道現在的肺癌 其實是一個禮病率非常高的一個 它其實具有保護的一個作用 但是青江菜 我覺得大部分人會不喜歡 尤其像兒童也不喜歡 是因為它有點苦 因為我是兒童 對 但是妳知道苦 就是良藥苦口 它的苦 它其實本來為什麼是苦 就是這個菜本身苦的原因就是 它因為不想要讓蟲蟲來吃它 所以它就會有這個苦 蟲蟲 蟲就蟲 為什麼要蟲蟲 沒事 別聽說 因為妳們都是小孩 你快點 讓她講 因為妳們都是兒童 我們是兒童 所以我們就喜歡蟲蟲 對 好 所以就是它本身的這個苦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抗氧化物質 所以我只能就是說 它其實相對就是 如果 當然啦 如果譬如說就維生素A來看 你吃這樣子 譬如說兩把的 就你知道它不是 青江菜就一個湯匙菜有沒有 你要吃這樣兩把的 這樣小小的兩串的青江菜 就等於你吃差不多 三分之一顆的高麗菜的問題 真的喔 所以你看它是不是很划算 它同時報酬率一定是青江菜比較好 對啊 可是高麗菜比較好吃啊 沒有 餵你一瞬就拚了吧 好 我們現在就來做青江菜蔬果汁 而且要加薑的 對 打破它 其實很簡單就是蘋果 最重要是因為要有蘋果 蘋果可以稍微去它那個苦澀的味道 然後就青江菜 我覺得看個人啦 其實我不會 我可以放兩公克就好了 妳要不要乾脆就打完之後 點兩片的糖 然後薑就大概0.5 大概就兩 一片而已 大概一片 就放少少的去提味 薑也要少少就好了 對 少少的就好了 然後呢 這個很簡單對不對 沒有什麼手先就丟進去不是嗎 我說手要先來 手先 手先要放一點點蘋果 其實說出來就全部放進去 然後 跟個人一樣 按半拍關這樣嘛 小可剛剛就說這個動作 你只要會放東西 你只要會抓 小可 那妳那個外鍋要加水嗎 外鍋不用... 我們加內鍋 我們加在內鍋裡 不然打不了 就稍微加這樣 然後薑我就全部都放進去 OK 應該不會很難喝啦 妳到底自己有沒有喝酒 沒有 因為今天菜加的很少啊 OK... 好啊 然後就水就倒進去 水多少啊 水看個人 我覺得在場現在大家喝 打得動就好了 對啊 要很多杯喔 好 最重要是插頭有沒有插啦 有啦 好好 怎麼弄 好按 壓器就好了對不對 弄最大 弄最大 這看起來就不太好喝耶 不知道為什麼 我拿喝看看搞不好不一定 像我們那一次那個地瓜葉 也很難喝 結果好喝的不得了 對 我不知道終於收不到 收不到 一種嘎的 應該可以了 應該可以了 沒有 上面還有菜 你不要弄喔 再多打十秒鐘啦 不然那個渣渣喔 對 渣渣吃起來感覺中 好了... OK 這顏色好健康喔 超健康的顏色啊 你就倒一杯給玉琳哥先吃 你用那個碗給他弄喝 你確定這不是 終極大廚法那種性質的喔 不會啦 聞起來好像還好耶 對啊 因為蘋果味蠻重 對啊 我跟你講 喝了這個醜醬不會冰冷 我跟你講 我想問一下說 他這一道料理裡面加的這個食材 真的對我們身體不錯嗎 如果有加醬的話 其實我建議他什麼時候可以喝 因為這個季節 秋冬季節大家都很喜歡補 對 比如說羊肉乳啊 或是麻辣火鍋啊 因為冷嘛 就會想要吃這些東西 可是因為這些東西 其實相對他就比較燥熱 也比較鹹 為什麼我沒有 然後呢 所以 妳講 妳看起來手腳就不會冰冷 所以因為會比較鹹 所以這一杯什麼時候 喝就是第二天早餐喝這樣子 我必須要肯定小可 我剛剛對妳那個失禁了 就是其實非常好喝 那個一杯也喝看看 沒有妳想像通常青椒配合的感覺 很好喝 沒有菜的味道 可是我就覺得他聞起來 就是有青椒菜 喝下去喝下去看看 薑 有薑的味道吧 加薑是冬天才加嗎 夏天也可以加 我覺得都可以加 都可以加 我覺得都可以加 我覺得好處是因為薑的味道 有點蓋過那個青椒菜 蘋果也有點蓋過 我覺得如果不愛吃的人 我覺得如果比較怕的人 蘋果可以多一點 或者是妳加一點蜂蜜 可以加蜂蜜 蜂蜜可以嗎 對 還沒有講完 所以為什麼要喝它 因為第二天早上要喝它 原因是因為 吃那些鍋會太鹹 鹹就很容易會水腫 有些女生第二天早上起來 這邊臉都會泡泡的對不對 臉也會泡泡的 這個東西它其實含的甲利子很高 那辣和甲會互相解開 會讓妳的水腫比較消去 它不會沖筋 對不對 對 好棒喔 所以這個是適合早上喝對不對 對 就是我們如果大餐吃那種 羊肉乳啊 中藥 那種就是麻辣鍋 你就可以吃了 喝完以後我腳好燙喔 怎樣 哪有那麼誇張 手腳不冰了 真的 重點是因為加了薑 然後大家也有講過說 因為女生其實要保持身體 溫暖很重要嘛 對 薑